- 不過歸過頭來,講到去中國 美國的官員想去中國也不是太容易 為什麼? 因為來看到是美國國務院的這個中國組的負責人 現在是很低調的到了中國去 去哪裡訪問? 他有到北京去金戶港3D 那大家就要問啦 這一位華自強副助親他去幹什麼? 因為很多人都在說 他會不會其實呢 除了參加這個對岸大陸這邊智庫的一些活動之外 他有沒有可能是在幫誰鋪路 《南華早報》就在講啦 說這一次應該算是工作層級溝通的一部分 但是很多官員之前都有講過要到中國去訪問 包括了誰?布林肯 當時氣球事件後來沒辦法去嘛 那這一位則是Austin他們的房長 是想通電話 但現在一直打不通 還有誰? 葉倫說可以的話我還是想去 以及了雷蒙多就是他們的商務部長也想去 還有別忘了 拜登他一直想跟習近平通電話 那這次去到底為的是哪一樁? 據說非常的低調 信息的部分很少 好可問題是要去中國的不是只有美國耶 其實還有誰?還有巴西? 為什麼現在美國急著要去? 會不會是因為擔心這個後院的問題? 來看到的是巴西總統魯拉本來說呢 是應該上個 應該是這個周日 第一天 這個星期的第一天要到中國去 結果後來說呢 得了流感 沒辦法啦 只好重新安排行程 有可能會延到了5月 好可問題是 先前去的這些新訪團呢 現在應該已經在這一邊呢 下一次還會再一次的再來陪訪 換句話說 這一次巴西去很明確的 他們想要推動的就是一個南方共同市場 這裡頭呢還會可能有共同貨幣等等的事情 都希望跟對岸來做討論 那大家就會擔心嘛 當這個勢力真的結合起來之後 這美國老大哥有講話 到底誰還聽 這邊是南美 這邊則是東協 來看到了新加坡的李顯榮 下3月27到4月1號要到大陸訪問 而且要會見習近平 當然他也會去參加什麼博敖論壇 之後呢 會再轉到北京 去跟習近平還有李強會面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還是在意在新加坡的發展問題 先前他就已經曾經多次的講過了 說世界是經不起美中的衝突的 還說呢 中方其實必須要調整位置 那最主要的原因呢 還是因為 當今的中國已經不是過去的中國了 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夠理解 這麼一件事情 其實現在的美國跟過往的美國也不太一樣了 因為現在的美國還要處理一個很龐大的債務問題 但您來看到的是現在就擔心了說美國銀行業 到底潛在的損失有多少 有人說是達到1.7兆美元 好費的部分最新的一個動作是在一個星期內 又在擴表了400億美印鈔機再次的火力開啟 那大家也在擔心他們到底有沒有是不是 把全球的經濟都拿去堵了 最主要原因就是我們之前看到嘛 美國已經有銀行倒了 那如果呢這一次又再一波的加息 雖然他們有說之後呢 可能就會放緩啊 或者是可能會停止啊等等等 但是這一波已經讓很多的股票 債券房地產大家 挫得不得了 那接下來有可能會再崩盤的 說是千兆美元的衍生品市場 那也有人說啦 會不會其實鮑威爾 因為他是共和黨的 所以呢他會給拜登施加壓力 開始有各式各樣的一個講法 但不管是哪一種說法 對於美國政府來說 最重要就是美債問題 到底要如何解決 目前看到的是16國加1 大家都在賣美債 那法國德國 這應該算是他們非常堅定的盟友了 現在真的是減債 把黃金換回來 代表什麼 代表是不是也沒什麼信心在避險了呢 或者是沙烏地阿拉伯 目前已經很明確 1月出售了87億的美債 2年下來拋售了734億美元的美債 等於說這個浸泡率已經達到了4成了 這是最大的美債賣空者 那你會問這一波下來 大家開始信心有些動搖 誰是最大獲利者 有人說聯準會是最大的減持者 說從3月3號到2022年之後 FED已經出售了4,350億美元的美債 而且目前看起來是美債的最大賣家 那現在這個美債的局勢 到底如何走 會不會變成最致命的一環 葉倫一而再再而三的呼籲大家 正是這件事情 那鮑爾當然講說他的重點是跟通膨有關 這局該如何解 回過頭來 請教郭建亮老師怎麼樣來看 因為現在華自強去了 有去到北京 談了什麼大家很好奇 這個我懷疑這個時候能夠安排重大的會面 因為因為中鋒 比如說那個最近幾天 這個中俄烏 這個他去俄羅斯協調 然後回來之後你看發生什麼事 美國進一步做科技制裁 只要拿到聯邦資金的 這個半導體公司 連成熟製成都不得增資 只能夠增資5% 那這個對三星對台積電就是重大打擊 然後又把14家大陸的企業 說你的最終的這個產品的用途不確定 無法核實 要求你60天來報告 然後又公佈了在台灣亞成立老虎小組 要催促軍售 然後又在澳大利亞 搞了那個核潛電的這個購置 這個都是最近幾天發生的 然後還有菲律賓跟中國在南海的衝突 我跟你講 你現在還陸續不斷在增加中美的鬥爭 那你現在還要去中國大陸 尤其是那個 最不要臉的商務部長Lamondo 你還說你要去大陸 你已經制裁了600多家中國企業 你還要去大陸你要幹嘛 然後你要讓步嗎 看不出來啊 看不出來是他要讓步啊 他搞不好是認為他跟葉倫去中國大陸 然後他可以當場說 不然我刪掉幾家啦 那你就進來買美債吧 你進一出這樣 你把中國看成是這種國家 那我覺得那美國我看大概就不用 去中國大陸了 你把人家制裁了然後憑空創造出籌碼 然後現在要求中國進場買美債 現在美債是全世界大家都在拋售 只有極少數的國家在買 英國加拿大 日本都是被迫買進 連台灣都在賣 跟朋友講別的國家啦 大部分的國家都在賣 法國賣的最多 那你這個時候 還要用你的制裁企業當作籌碼 來要求跟中國做交易嗎 是這個意思嗎 那你如果是這樣想 我覺得你就是把中國看成什麼啦 好像打一打 然後你就會乖乖的順服啦 這完全誤判的形勢啦 我就覺得奇怪說 Lemando怎麼會說他想跟葉倫一起去 除了這一點之外 我想不出他取了動機 他以為那個是籌碼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美國的悲劇啦 美國2018開始搞貿易戰 拜登跟賀錦麗在 2020年大選的時候 都說貿易戰是錯誤的政策 結果當選之後到現在都沒有改啊 結果搞到2022 中國大陸跟美國的貿易又回到6905億 又回到比2018年還要多 中國對美的順差還要更大 你的貿易戰完全失敗 那你還在那邊想說你有創造出籌碼 那可以來要求施壓中國 來多買點美債 或者不要再賣美債 我跟你保證 中國一定繼續賣美債 你自己就等著看吧 你自己闖的貨 看你自己怎麼解吧 你一天到晚在印美元啊 然後叫全世界都要買美債啊 你這個遊戲玩不下去了啦 那一旦玩不下去之後 我看你怎麼蒸發貨幣 是好 那其實我們也想要請教趙老師 原因是因為其實我們看到 美國這邊官員想去 其實目前來看 我們看到的是南美這邊 巴西 然後還有什麼東協這邊 其實大家呢 也都要等著去到中國 當然大家每一個人去的時候 很多人是為了經貿 為了做生意 可是李顯龍特別強調一點 當今的中國 已經不是過去的中國了 但是他也提醒了 中國是不是必須要調整位置 趙老師你怎麼看 我不瞭解他這個調整位置 是什麼意思 那基本上我是認為 二十大以後 尤其是兩會以後 那麼習他現在可以說 集黨政軍又為余生嘛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那麼他現在這個 站在那個高度是比較高了 那因為你美國現在你這個 究竟下一任總統是誰也搞不清楚 是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發現最近這段期間 為什麼這些國家 剛剛阿良哥提到 這些國家陸陸續續都要去 去拜訪中國 要跟這個習近平見見面 因為他是比較穩的 他就基本上他還可以做好多年了 對不對 那你現在這些國家 當然他眼睛不是瞎子 他當然比較看得到的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可見的一個強人 就在那個地方 那拜登當然也是一個強人 可是問題是他可能被下一個強人取代 現在不知道美國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原因 這些國家陸陸續續去 那我覺得那個你剛提到那個 李顯龍 這個新加坡基本上 他在整個這些所有 東南亞國家裡面 新加坡從李光耀執政開始 他那個外交政策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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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活了 那麼他這個調整位置我想他的意思是 中國今天也不要太這個 因為習近平講嘛 要韜光養晦要開始奮發有為了 那是不是你調整到一個位置 也不要讓很多國家覺得對你害怕 把你的這個中國崛起 就等同於中國威脅了 我想現在 我想是不是這個意思我不知道 那要李顯龍他自己去解讀了 當然我基本上我是認為這些國家 他們現在都不願意那麼明顯的要選邊站 你包括馬克宏 他帶了歐盟執政委會主席還要去 你包括前一陣子蕭茲也去過了 很多這個美國的盟友 北約的盟邦 包括在亞洲除了日本之外了 那麼很多國家他們基本上 包括澳洲 他們都希望能夠走到一些 不要太這個太明顯的選邊站 都希望能夠有某種程度的 有個戰略自主 現在只有台灣這個情況 是最特別的一個情況 那麼這些國家 他們有些是跟美國非常好 但是他還是希望能夠 跟大陸維持一個關係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台灣這個相反 你只要去跟大陸維持一點的溝通的管道也好 維持對話 即使去記個組都不行 對不對 那麼就鋪天蓋地就這樣來那個 那怎麼辦呢 就希望這個對大陸這個限 就完全斷掉嘛 那完全斷掉那你就一條選擇嘛 就完全靠美國嘛 你就要把你的前途 你未來的這個希望就寄託在美國的善意之上嘛 那寄託在美國善意之上 你稍微有一點點的 對懷疑 懷疑是很正常的嘛 懷疑很正常 有一點點懷疑 是不是你的利益跟我的利益是不是有衝突 是不是你的利益能不能夠站在我的利益來考慮問題 不要老是想把我當作豪租 不要老是想把我當作布雷 你有什麼對我有什麼保證 這種事很正常的嘛 我希望是 蔡英文總統這次到美國去啊 在這些我們提出一些疑慮可能是以美論 那你就以美論就等於親共 是吧 那等於親中賣台 可是蔡英文總統他如果提出來的話沒有人會出來以美論 是不是 我倒是希望這個蔡總統去美國的時候啊 能不能說問一問啊 像台灣有一些人啊是對你 對你這個對台政策 對這個兩岸政策是有點疑慮的 那為什麼你不幫我們這個不幫我們加入這個WHO 為什麼你不幫我們加入這個IQ 為什麼你為什麼不承認我們 你乾脆1979年是跟中華民國斷交 你現在我們對你這麼好大陸這麼糟糕 你為什麼不承認我們 更糟糕的洪都拉斯 你還有軍事基地在那裡 你怎麼眼看了他就承認中共 問一問吧 如果蔡總統問的話 我相信沒有人會說到以美論 至少藍營呢 我想韓濱你會不會說到以美論 你問他問這個問題 也不會吧對不對 你也希望他問問對不對 韓濱都說對 那差不多就對了 確實啊 我們這個嘴巴願意借蔡總統用一用 我們有這樣子的一些想法 有這樣子的一些疑問 希望總統幫我們問一下 不過回頭一頭來 賓哥你怎麼看 美債現在發現最大減辭者 說是聯準會啦 所以聯準會自己都在跑 那還有什麼好講 所以美債我覺得 他現在就是一個死節 因為他過去這十幾年來 一直就是這樣 不斷的每一次調高一下上限 他每兩年就調高一下上限 調一下上限之後 照理來講 你好不容易調高上限 你應該財政紀律馬上要加強 很多東西要開始 你要準節開支的 要把所有這些開支在內縮 結果怕會影響到經濟又不肯 結果就是越來越惡力 越來越重複 然後到最後就不斷的再印鈔票 可是他現在已經誇張到 一個禮拜就給你印四百億美金了 這還得了 這是四百億美金 就是一兆多台幣 他一個禮拜就給你印這麼多了 那一年這樣下來還得了 如果美國為了救他自己 一定是完全不管世界其他各國死活 那問題是這樣下去之後 是全世界跟他抱在一起死 我覺得這個情況會搞得越來越嚴重 所以我覺得美國人自己要看清楚 這整個狀況 到最後這 你會連帶害著全世界金融跟你一起爆掉 那至於說這個 這個華志強我導致認為 主要是因為中國組去年十二月才成立 所以他必須要先去跟中國大陸見面 去跟對方解釋一下 我們不是針對你喔 我們沒有對你這麼敵意這麼強 只是說我們特別重視你 所以我們來特別成立這樣的組 然後希望跟你們做一個聯繫 你這種場面話怎麼講一講 那至於說他能夠安排什麼 我是認為不太可能 因為從去年十二月 中國組成立的時候 兩國之間的關係就很僵了 結果這三個多月來關係是更僵 還沒有一點起色 所以什麼雷蒙多什麼葉倫 我覺得要去都非常非常困難 現在頂多華志強頂多 大概只能緩和一下雙方的氛圍 叫大家敵意不要那麼強烈 但是這個東西絕對沒有辦法 因為雙方根本沒有任何互信基礎 在這種情況下你要去談什麼東西 我個人認為都不太可能 更何況我覺得現在對中國來講 你看習近平這一次因為新冠肺炎 就是成績兩年之後 他一出手從他開始出訪到現在 幾乎每一次出去都有種 而且很明顯的成果都出來 然後接下來今年你看從開年到現在 是世界各國陸陸續續排這隊要去訪 魯拉這次因為生病沒去 為什麼他希望弄到四月 可是大陸說要五月 因為說真的去訪的人太多了 那真的是排啊 你看馬後鴻也要去啊 歐盟主席也要去啊 一大堆這樣 那你每一個都是要非常慎重的接待幹嘛 你也不可能說我沒有準備好就接待他來 所以你光是按照 標準這樣排成大概就要排到很後面 所以對中國來講顯示的是這樣一個狀況 可是美國那邊的狀況是剛好相反 現在美國連個洪圖拉斯都叫不動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警訊 表示美國現在他不管在軍事上在經濟上 在全世界的地位其實呈現一個岌岌可危的狀況 所以我認為美國應該是要趕快去反思啊 我想剛剛李顯龍講的這段話說 中國要調整他在世界上的位置 很多人會認為說 是不是在勸中國說不要這樣子去跟美國鬥啊 我認為剛好相反 我認為李顯龍是故意講得很含蓄 但意思就是告訴大家 中國已經不是過去那個無瑕阿盟了 你不要這樣過去對中國那個態度去對待他 你美國如果還認為中國只不過過去 你拿來對抗蘇聯的一個棋子 你這樣去看待他那你就錯了 你應該要承認他現在是一個 世界經濟大國的這樣的一個地位 他在全世界也是有發言權 要尊重他的發言權 中美之間的衝突才會降低 如果你還是認為世界的秩序 應該是由美國一國來主導的話 那抱歉世界的紛爭只會越來越多 但是呢電影有說大哥只能有一個 現在美國好像還是覺得他是大哥 為什麼會這樣講 原因是因為呢 當這個習近平去到莫斯科訪問 回國之後 拜登講的話是 西方民主國家才團結 中俄關係和睦是被誇大了 來聽聽他怎麼說 我説一句話 謝謝謝謝 好這個場景呢 其實是他當時仍是在加拿大這邊 在加拿大的國會裡頭做演講 他說什麼 他說每家團結在一起 大家一起幹大事 好科比呢 則是在3月20號的記者會當中 不斷的告訴大家 美國才是世界領導者 這個其實是網友把他所有 當天就3月20號那一天的記者會裡頭 他到底講了幾次 美國是世界領導者 把他七次全部撿在一起 說美國就是這麼強調 怕你不知道美國是世界領導者 但是目前實際的狀況是什麼 剛剛理解呢 我也講了啊 現在中國跟以前不一樣了 而季辛吉 美國前國務卿這一位老外交 他也說了 現在啊 他必須要提醒美國說呢 現在中美是擁有對等的經濟資源的 第一次冷戰的時候 美蘇的狀況跟現在完全不一樣 所以呢 不應該指望中國接受西方觀點 新遊戲開始了 這個規則 美國人記得 也會是新的 然後呢就開始 網絡上面有人在問說 到底為什麼 中國不是以往都說嗎 是韜光養晦 那現在怎麼好像 看到習近平出訪 或他們現在這一些外銷策略 不太一樣 結果呢就有人在說了 是不是其實是因為 美國幫了中國這麼一腳 原因是因為好像每一次都想要打老二 結果這個專業戶碰到了釘子戶 這是一個戰略上的誤判嗎 好像有的時候呢 很多的專家都告訴美國 你有的時候打得越深 這個反彈的力道可能會越大 而目前看到在中東這一邊 在上一次習近平介入這個 沙烏地阿拉伯還有伊朗 雙邊的副交之後呢 情勢一直在變化 目前沙烏地阿美他們很大的一個能源公司 已經計劃了2026年要全面的 在中國這一邊呢來投資 預計會花掉100億美元 同時呢他們也講了 他們現在要轉向製造業這一邊啊 也要前進嘛 所以呢他們從2016年開始到目前為止呢 說已經蓋了有共1萬座的廠房 成長呢大概有50% 你看到他在中國這邊持續友好 可是跟美國這邊其實也沒完全放掉 所以就有人說啦這一位MBS好他 沙爾曼他是蠻厲害的 叫做中美通吃的佈局 也就是以往好像都是美國優先 現在呢他加強跟中方這邊的經貿關係 跟伊朗副交就是為了平衡美國的影響力 甚至呢也有人說 其實他跟俄羅斯這邊關係也不錯 因為先前呢 基本上他覺得普京的一些所作所為 他都還蠻喜歡的 所以呢有沒有可能 在這一局裡頭一左一右 會往左走一點 往右走一點 這是大家很好奇的一件事情 當然現在我們看到了 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之外 現在傳出跟敘利亞這一邊 阿薩也要開始去跟他們談一談聊一聊 畢竟呢現在在整個中東 好像一個和談的氣氛是蠻濃厚的 而且在這一局呢傳出 其實是俄羅斯在斡旋的 前面是中國後面是俄羅斯 那不就是美國又當了旁觀者嗎 其實普京就在講啦 他現在他一直覺得 讓人家想到什麼 惡戰的軸心國 可是那是邪惡軸心啊 而目前到底 俄烏戰會是一個怎麼樣的狀態呢 據說啦 這個是美日郵報的報導 說普京呢他在白鱷這邊要部署戰術核武之後 其實英國人有要求澤倫斯基投降 欸是真的嗎 其實在歐洲目前確實有反戰的氛圍 我們都知道法國啊 最近呢是為了這個退休改革等等制度 在街頭相關的抗議行動蠻嚴重的 而且呢這巴黎街頭很多人呢 因為罷工的關係 所以到處都是垃圾 甚至還有人在燒垃圾變成了火場等等 好可是這裡頭也有一個聲音叫做 拜登我們不想要你的戰爭 甚至呢伊朗外長還喊話馬克宏 說要尊重人權 他說啦很諷刺啦 一個被西方制裁的國家 也看不下去歐洲大國的暴力鎮壓 而歐盟呢到目前為止 很多人都開始在問 到底先前跟著美國走 這個路是對還是不對 現在要去哪裡 我們是不是要繼續再跟下一步 跟著他對抗中國呢 甚至呢也有很多人在講了 整個美國的戰略 到底有沒有把他們當成自己人 還是其實是為了美國利益 再往前走 那盟友入死胡同該怎麼辦 會不會他們就算了 回過頭來請教亮哥 您怎麼樣來看 拜登有講啊 說中俄關係和睦 這被誇大了 那個中國本來就不結盟嘛 那他們有特別強調他們不針對第三方 那只是對國際的秩序 該有的一些特色 他們表示有一些共同意見嘛 比如說這個 你這個中國大陸講的比較多啦 就是說這個你的安全 要顧慮到別人的安全 對 不要搞集團對抗啦 然後發展的話 就是要注意到不平等 還有貧窮不均的問題 貧富不均啦 等等啊 還有不要把別人 把自己的價值強壓到別人身上 要這個尊重各國文明的這個特殊性等等啊 可是我覺得主要是俄羅斯在這個階段真的需要中國啦 因為歐美日韓的企業都撤出嘛 那這麼大的一個缺口誰能夠補上 那還有他的財政收入確實短少很多 所以中國跟印度就補上了人員這一塊嘛 這都是事實啦 還有西伯利亞要開發他也需要有人投入嘛 不過我覺得美國主要是把自己弄亂了啦 比如說拜登你當初剛當選的時候 你如果回到歐巴馬的TPP 那你亞洲不就有一個多邊的經貿架構嗎 你為什麼不回來 是川普退出啊 你為什麼不回來 拜登類似的舉措還非常多啦 比如說就是他事實上那個時候就已經反省到 用關稅來做武器是不會成功的 那也是他的政見啦 可是他並沒有做啊 事實上中國大陸那時候最擔心的就是 他在亞洲搞TPP 然後在美歐之間搞TTIP 結果後來都沒有啊 就拜登變成是繼續follow川普的政策 一樣啊中東也是嘛 川普跑去說那個以色列的首都在耶路撒冷 然後那個屯肯區以色列有合法性 你違反聯合國決議耶 所以當然引起阿拉伯國家的嚴重反彈嘛 結果你拜登上來之後你也沒有改回去啊 那你這樣叫中東的國家怎麼跟你做朋友 還有你看這次巴西魯拉吧 他是因為生病結果暫停訪問中國 不然他是先去美國耶 他剛當選總統是先去美國只有只去一天 那只跟拜登談政治 所以氣候變遷的部分巴西可以跟美國合作 然後呢他要去中國大陸 帶了240位企業家 然後聽說本來要簽20個協議 然後希望中國去巴西協助他發展基建 還有做一些投資 他的工業的發展 這個就是明顯的差別嘛 就是連你的後院為什麼你守不住 因為你能夠提供給他的幫助實在是沒有嘛 不然巴西為什麼他先見你啊 表示尊重啊 那為什麼只去一天 因為你沒有辦法提供他基建嘛 沒有辦法幫助他做工業發展嘛 那怎麼辦 那難道類似處境只有巴西嗎 你去剛剛阿根廷 巴西是藍美的共同市場裡面最晚參加一帶一路的 對 阿根廷早就參加了 烏拉圭也參加了 智利也參加了 那難道這一些不是美國的朋友嗎 是 所以我說美國有很多事情是自己把自己做死的 中東最明顯 你一面倒向以色列 你在中東怎麼可能會有好政策 不可能嘛 你自己把自己綁死了嘛 所以燒掉阿拉伯 因為你既然那麼一面倒向以色列 所以他的策略就只有一種選擇嘛 就是幫以色列跟順利派和解嘛 然後一起來對抗伊朗嘛 可是對順利派來講 他就覺得 那我直接去跟伊朗和解不就好了 欸 對不對 當然會變成這個樣子啊 那不就你自己做死了嗎 好 所以整個局勢看起來 到底是作簡自負 還是呢 還是只是強調 大哥只有一個 大家怎麼不認我當大哥呢 我們先進廣告 雙英出訪 美中台新電局 3月27日早上10點 特別企劃 新聞大白話 國民大會 少康戰情勢 全面大解析 早上10點 鎖定TVBS56頻道 好我們剛剛講到了現在的美中關係 李顯榮說需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季辛吉也說這比第一次危險 今非昔比 大家就想問 說很多美國人的疑惑可能是 為什麼中國不在韜光養晦了 請教趙老師 中國長大了 我記得那個時候在習近平 有一次到法國去訪問的時候 他就講了中國一個碎師 一個碎師現在要醒了 那麼 陶光養晦其實意思不是說無所作為 陶光養晦的意思就是 你該做的還是做 不該做的你不要強出頭 他主要是這個意思 那麼我想中國它的崛起應該 西方他們在研究應該從2005年開始 當時這個北京奧運辦成功了 另外一個就是 中國用它自己的制度 能夠渡過這個金融海嘯 那麼所以很多西方人就認為 這個中國它是起來了 那我想 中國它整個這個 這個勢頭 望上其中 不是說這個東 東升西降 它整個這個勢頭 是往那裡走的 所以他們在這個情況下 它必須要有相對應的這個 在國際的一個角色 所以原來過去是一個區域的強權 現在它又變成一個全球性的一個力量 所以它必須要有發言權 那美國就認為你要爭取更多的發言權 你剛才主持人剛才講 你到老二就好了 對不對 你現在你這個 雖然你不想跟我爭奪天下敵人 可是你的武功越來越強大 握他之旁 其容他人憨睡 所以美國一定會覺得很緊張 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那麼各種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就出來了 當然你不可否認 因為它中國整個崛起以後 會有產生一股大陸一個民族主義情緒 所以過去什麼厲害了我的國 這種話都出來了 可是最近他們慢慢慢慢也了解到 這樣子下去 所以我剛一直覺得就是李顯龍講的話 可能有這麼一點點意思 當然這點我跟這個韓民哥 可能會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因為是要叫中國調整它的位置 而不是叫別人調整位置 那好了 那我想大概主要的原因 就是今天很多人都認為東亞病夫 沒有辦法接受中國一個崛起的事實 過去川普時代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要試圖改變中國 他改變中國 他把中國共產黨跟中國人民加以區隔 要改變 可是拜登這點倒是蠻瞭解 因為承認中國它是一個reality 它這個壯大是個事實 就沒有想要企圖改變中國 而是現在看起來在中國看起來 是要企圖要摧毀中國的一味道 不改變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 會有這樣子 中國想要更大的發言權 會讓人家感覺到 好像是太光養晦是不在那個 好 所以剛剛趙老師講的 以前好像川普是想要改變中國 但現在在拜登他的政策底下 會讓大家覺得他好像想摧毀中國 到底這一局應該怎麼看 我們先進廣告 好 講完了美中之壞 我們要請教在中東這一邊 夏沙烏地這邊有動作 他其實是不是真的想中美通吃 請教兵哥 對沙烏地來講 我為什麼一直要長期被你美國載制 而且美國過去跟他來講 他算是合作夥伴 可是現在他們是競爭對手 因為美國現在也在對全世界輸出石油 你根本跟我是生意上競爭對手 那我還一切都你美元本位 然後你每天又在那邊印鈔票 那我怎麼活 所以對他來講 他本來就是要跟他採取一個競爭的態勢 但又不能得罪他 所以最好是能夠在中國大陸 美國甚至俄羅斯中間 我保持一個平衡 對沙烏地阿拉伯來講 是最有利的一個態勢 所以他當然會尋求這樣的態勢 那普丁現在在全世界最需要朋友的時候 所以他也會積極去促成 比如說你跟敘利亞之間的和解 或其他這些 他能夠幫上別一個忙 別人願意跟他站在一起 現在對普丁來講都是好事 所以我覺得 拜登自己本身要去看清楚這個情勢 你過去對美國打倒很厲害 過去把蘇聯打垮 後來把日本打垮 可是中國的情況是截然不同的 蘇聯那時候整個經濟量體 跟美國差距非常非常大 那日本是因為 日本這個國家根本不是一個完全國家 他從頭到尾都被美國宰治了 所以當美國人要求他做什麼時候 日本不得不做 他不得不配合美國這樣去做 可是中國又不太一樣 而且如果拜登真的想要把中國 當然往死裡打 那不好意思 你會把全地球的人都打死 為什麼 因為中國現在 大家午安 我是陳彥寅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接下來這一小時 國內國家大小事 要您聽得懂的話說給您聽 現在介紹這一小時的來賓 首先要介紹的是 耶魯政治學博士郭正亮老師 大平安 還有淡大的陸延所榮譽教授 趙春禪老師 大平安 以及副社媒體人寫寒兵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畫面當中的右手邊 今天您看到的這個就是在目前上海浦東機場的一個最新狀況 因為呢 在今天我們的前總統馬英九開始了他的祭祖之旅 一連開始這幾天下來呢 他會在大陸的各個地方 特別呢 是有很多抗日的一些地點 他都會去一趟 那麼目前在上海浦東機場這一邊呢 到底他稍後會不會發表最新談話 因為他目前人是已經上了接駁車 回到了這個機場大廳 會不會有更進一步的訊息 我們的記者會在現場 在新聞大白話 也會隨時帶您掌握第一手訊息 不過回過頭來 要來看到的是剛剛呢 他走出機艙的時候 是國台辦的副主任陳元鋒先生 在浦東機場這一邊接機的 那其實在早先很多人都在問 到底接機的人會是誰 本來有人講說 會不會是國務院的副總理丁薛祥來 後來發現 是國台辦的副主任來這邊幫忙接機 而可是也就在這個時候 民進黨開始出手了 他們講什麼 說馬英九呢 就在台灣跟宏多拉斯斷交的時刻 去到對岸 這個叫做破面子乾 甚至還三問國民黨說呢 你這一些的行程 就本來應該調整嘛 時間不對嘛 那你現在還是按照你界定行程走 那就是不符合台灣利益 他們是這麼看的 那麼隨團的交流師聲呢 則是計劃收到對岸去唱國父紀念歌 他們強調在這一回 他們希望能夠表達是兩岸之間 其實在歷史上面的一些脈絡 希望讓這些年輕學子也能夠理解 不過呢也傳出了說 國台辦下令 下令什麼 要我們台灣的媒體不能叫 馬英九總統 必須稱呼馬先生 而且呢 這個總統府的發言人 林玉禪則是講啦 說我們馬總統呢 是前任國家元首 所以希望給予合乎規格的安排 但是很多的綠媒也在講 被叫馬先生就是失格了 嗯那到底該叫他什麼 在對岸 在對岸的政治氛圍體制之下 有可能稱呼他馬總統嗎 欸這兩岸之間的交流 是不是應該要彼此能夠理解 這麼一件事情為前提呢 其實對於台灣很多人來講 在民進黨他們質疑的就是 台虹斷交 可是呢他卻仍舊仿舟 認為馬英九這個時間這個行程不對 謝長廷曾經去對岸訪問祭祖 然後呢當時泥流滿面的他 怎麼說 他的講法是祝福他啦 江湖险惡 但是請他保重 因為中國的路途 他說要走很難走 好實力的部分則直接講啦 說你就應該要聚當中共協力者 你去了就是中共協力者 而至於這一位泛雲呢 則是質疑 說你每一天享受卸任元首的禮遇 可是呢當對岸用金錢外交 在羞辱你台灣的時候 你怎麼好意思繼續要人民 用納稅錢為你買單種種禮遇 直接嗆他怎麼好意思 但是呢也就在這個時刻 傳出了 除了馬英九去到了對岸 這個蔡英文總統之後要去美國之外 今天晚上郭台銘則是要直接先到美國去 行程曝光還會到華府來拜會 重要人士強調是重要人士 大家就想到了他幾年之前 曾經去白宮這一邊見到了川普 那當時還特別戴了這麼一頂有中華民國旗幟的帽子 來跟川普會面 這一回去到了美國之後說 還會去日本 到底會有怎麼樣的一個政治效應 回過頭來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在畫面的右手邊呢 我們持續會帶您來看到在上海這邊最新狀況 至於也要請教這個老師了 到底目前您怎麼樣來看 這個馬英九是已經抵達了上海機場 那最後是由國台辦的副主任陳元峰先生來接機 趙老師你怎麼看 我剛講老師 因為我真的有好幾個老師 好幾個老師 我想他就是 我想他就是主要要降低他的政治色彩 那這是他是基金會在辦 大酒學堂 那麼我想馬總統他去之前 他也是刻意的 國民黨都不知道 他沒有那個 我想朱立倫可能也不知道 朱主席 事先 那麼他這次就是 您剛才主持人講了 就是文化之旅 然後一個歷史的連結 文化的連結 帶一些學生去 那他自己 當然要回去記住 剛才我跟謝長廷講 這個人在江湖 江湖很險惡 我想馬英九應該有這種感覺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他早就想去了 他早就想回去記住了 以他這個年齡 現在這個年近古希的 七十幾歲了 他當然再回去記住一下 那當時我記得好像是 2016年下來卸任以後 當時他又一直 不是現在才開始 當時又計劃 後來到了二零 很巧 2019年 五二零的前一天 五一九 政府就把他的限制 延長了兩年 三年變成五年 所以他一直等到現在 才去 我看也是真是 真是身不由己了 所以他這當之行 我們就把他當做 一個 對不對 一個 有這個中華文化 這個 他從小他的家教 家子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他父親 這個馬 馬赫林、馬伯伯、馬先生 我們都比較熟了 他一天到晚 就讓我們唸四書五經 這樣家庭長大的人 我們要從這樣的 同理心來看他這個事情 那民進黨現在 一直把他當做 政治化來操作 我覺得實在是 我覺得是蠻無聊的一件事情 中國人非常強調 這個聖宗追遠 那麼記住是 有什麼不好呢 你看大的方面 我看也是刻意的要淡化 要淡化 他現在去接待的 馬總統真是去接待的 坦白講 比我前一陣子 跟夏立元、夏副主席去接待的 現在看起來 就接了 我看我們的規格 好像比他還好 還高一點 我想這是大家兩岸 都有這樣的一個默契了 在選舉的時候 也不要把這件事情 把它太政治化 馬總統就是這個樣子 他就擔心會 會影響到國民黨的選舉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我個人覺得 我不好意思批評他了 過去也是老長官 我們也是老朋友 不好批評 有時候真的有點 那個謹小慎為了 我是他的話 我去了對不對 我是中華民國國民 我又是國民黨黨員 對不對 我為什麼不到北京去這樣 當然我也去啊 又怎麼樣呢 因為我不去 你也罵我嘛 我去 你還是罵嘛 對不對 就大罵小罵而已嘛 那我只要到那邊去 學生 難道不應該到故宮看看嗎 難道不應該到長城看看嗎 就可以把北京 就忽略掉 這點 所以難怪他事先都不讓我知道 知道我一定跟他講 你要去你就到 去到北京 又又怎樣呢 對不對 如果那麼擔心的話 今天不要去嘛 明年再記住嘛 是不是 當然他也是等不及了啦 我想一定 老人家 我不好意思講到老人家 他看了樣子還是很年輕 他是一直想回去嘛 一直想回去看一看嘛 我覺得沒有什麼啦 真的沒有什麼 是 來那請教一下 我們的郭正耀老師 您怎麼樣來看 原因是因為啦 現在很多人在講 你這個時刻去 台虹剛斷交 馬上去 不然你也行程調整一下 因為民進黨就直接講了 說這個叫拓面之感 您怎麼評判 這個馬英九去就是 他並不是官世敗會嘛 那夏立元那個是代表 國民黨黨 他是副主席啊 對不對 所以這性質是很不一樣的啦 那馬英九知道 2019年就想去了 誰叫你要把人家演兩年 結果變成五年是有這個回避問題 所以拖到2021年碰到疫情 所以就拖到現在嘛 所以這個事實的經過就是如此啦 而且 國來辦階級就意味著 大陸那邊也是把它定位為民間交流 所以並不是一個官方的一個階級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 就讓他自然發生 我覺得謝航廷還算講得不錯啦 因為謝航廷也有類似的經驗 我也知道他那一趟去福建 去北京 也是充滿了各式各樣的變數 那最後他還是見到了北京的官員嘛 不過我是覺得滿久當然不是純粹記住啦 因為他還有特別的兩個行程的安排 我覺得他用意很深啊 他不是直接碰政治 可是他有他的用意 就比如說他走的行程叫做 中華民國在大陸之旅 他就是在強調中華民國不能是斷代史啊 不能說1949年之後才有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有大陸那一段的 包括孫中山然後到抗戰 就你看他的行程嘛 就是有孫中山的部分 有南京總統府的部分 然後還有抗戰的各種遺址嘛 我覺得這是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就是青年交流 我覺得他大概也 事實上我也有一些網友啦 就在說他們到時候青年交流他們會去啦 我做大陸的朋友啦 然後復旦的啦武漢啦 他們就說他們一定要問馬英九 說你當總統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把這個歷史課綱把它改回來 他就說我覺得馬英九有點在補過啦 你知道吧 你當了18年的總統 然後歷史課綱被改掉了 你並沒有改回來嘛 然後從陳元貶執政 2000年到現在已經23年嘛 我們現在所產生的新一代的年輕的朋友 他們對這個歷史的認知 其實就是只有在台灣的部分 那中華民國在大陸那一塊 就基本上不見了嘛 所以馬英九等於是要補這一段啦 就是說兩岸現在這個民間 都有那種對峙的情緒啊 那目前誤會這麼多 那是不是要再由青年的對話 把它重新銜接起來 所以我覺得它有這兩個用意啦 所以第一個是歷史之旅啦 中華民國在大陸之旅啊 然後第二個就是希望透過青年的對話 兩岸青年的對話 那把這一段被民進黨刻意斷掉的 這個兩岸歷史的空白啊 讓雙方能夠對話起來啦 那希望能夠在這裡就留一個 兩邊就兩岸的歷史的連結啦 或者說歷史的情感這樣 聽起來是老實講完就覺得用意很深 可是問題是賓哥 今天出門之前就已經有人在機場鬧了嘛 他的政治效應就是有 因為他政治的敏感度就是有 那也會讓很多人就開始有更多的聯想 那當然也因為今年是選舉年 我們也看到了郭台銘 他現在呢有人講說馬英九這一次出到對岸去 就訪問之旅 那前後的行程有可能會包夾到蔡英文去美國的行程 大家就開始問時間點的問題 然後現在又看到了郭台銘他也要去美國 你怎麼樣來看 其實像你講對一句話叫江湖顯惡啦 那但問題是不是中國的路難走 是台灣的路才難走 他去中國我看順了很不會有什麼難走的地方 問題他回來台灣之後路就會變得很難走 就這麼簡單而已啊 那你看顯惡這擺明啊 你們這邊CG上面列了一大堆 你看民進黨黨中央也叫 總統府也叫 范雲也叫 每一個都跑出來叫 連時代力量都要出來趁一下 每一個都是這樣子啊 但是范雲卿一點沒錯 馬英九是有享受卸任元首的禮遇 也就是因為他有享受 所以我認為馬英九我認為他有使命感 因為看到現在兩岸之間已經這樣子劍拔弩張 看起來好像兵兇戰危了 所以他想要去緩和這樣一個氛圍 所以他才去做了這樣一個拜訪 那你說我們跟紅國斷交了 這個時候他就散 民進黨也不用講的這麼好聽啦 我老說馬英九如果延後一個月 你們會不會罵他 你還不繼續罵 他一年以後去你會罵他 你還不照罵 有差嗎 所以根本就沒有差嘛 反正你們的意思就是他不能去嘛 那但是如果是你們的人去呢 你們就千方百繼續把他們護航 就這樣子而已 我覺得馬英九當然我同意亮哥的觀點就是 他表面上當然是個季組的行程 那當然他自己私人的心態 大概也是覺得 因為他搞了一輩子兩岸問題 結果從來沒去過大陸 所以蠻奇怪的 他還要去看一看 但是我相信他會選到這個時間點去 他還是一個有使命感 他想要去緩和一下兩岸之間的氣氛 我覺得馬英九認為他做得到這一點 所以他才會去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我覺得 是你們民進黨把兩岸之間搞得這麼差的 把台灣人民2300萬人陷在危機當中了 結果你們還在那邊風言風語 還在那邊講那些有的沒的 或是你們闖出來馬英九在幫你們擦屁股 結果你們還在那邊講這些有的沒的 那至於郭台銘呢 郭台銘我個人認為他去美國 當然是他想要凸顯一些東西 想要凸顯一下他跟美國人之間的關係 因為他過去你們這邊也講到 他直接戴了我們中華民國的帽子 進去見了川普 好像能夠展現他在白宮是說得上話 可是問題是那一次他還是 就黨內初選就被刷掉了 所以我覺得他能夠去美國 確實能夠凸顯一些東西 但是我個人認為作用不大 因為現在看起來在2024的選舉 郭董能夠發揮的空間是越來越小 所以我想他也是試著做做看 那順便因為他接下來要去日本 所以我個人認為他也順便在談他自己的生意 也不完全是政治方面的問題 其實到對岸去 特別是到大陸去這麼一件事情 這一回到底會有多大的政治效應 來持續我們的畫面當中 可以帶給您最新的一個畫面以及資訊